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发展成为亚太最大的巧克力分销和零售商 随我一起去了解吕丽妮严是以什么独特的商业模式办到的 挑你喜欢的 再选个心仪的包装 这里除了让顾客享受随心所欲的购买体验 还能够满足他们的味蕾 我知道你们的公司在几个月前推出了一个新的销售概念 就是在店里设立一个试吃的吧台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呢 我们的品牌特别多 八十几个品牌 每一个厂家它都会出新的口味 每个人会新的新的包装 那最好的一个介绍的方式就是给客户来到我们店可以有机会吃新的产品 这个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那个服务水平拉高 那么别的店你得不到的服务在这边你做得到 别小看这一块块小小的巧克力 他们可是为57岁的创办人吕丽妮严 带来了超过两亿元的年营业额 在1991年投入巧克力失业的吕丽妮严 当初创业主要是为了太太 你当初创业的时候呢 其实和你太太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她差一点失业 可是却是你创业的契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开始那个时候她特别喜欢就是搞这个巧克力的分销网络的事业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公司要把她的部门关掉 那么我就把她的账目看一下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小公司 那么我就鼓励她说我们借手来做 因为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小的开始 你有没有想过一块小小的巧克力 可以发展到今天这样一门过亿元的生意呢 如果你说开始从开始的时候 我看得到这么长远我就不老实了 因为一般上就是我的计划 就是每三年五年一个计划 前三年前五年的那个策略 就是其实就是要生存的策略 生存策略的意思就是说 从两个品牌我们一定要增加到六个七个十个 不要太过依赖一个品牌 那么后来接下来就是往去一走 第三个五年的计划就是我们的门市店 我们要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品牌 吕利言以二十多万元资金接手这盘巧克力生意 一开始的策略是走访各个展销会寻找胡适的厂商 随着公司规模日益壮大 它成功争取到著名巧克力品牌的代理权 此外公司也以自家品牌可可树开拓了零售业务 F&A目前共和三十多个厂商合作 囊括了市场八成的主要巧克力品牌的代理权 分销网络遍布亚太区十六个国家 零售据点则有大约七十个 对很多企业来说 特许经营是一个快速扩充的方式 但是你却不太喜欢用这个模式 为什么呢 我做生意很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一定要付费付利 你要我这个可可树的店我就给你 我帮你设计 我帮你搞好 你只是一个承诺就是要帮我买 所有我供应给你的货 就是这么简单 我没有特许的那个赚赚钱的费用 我都没有去算这些钱 所以开始每个人都可以赚钱 所以大家都开心 独特的商业模式让F&A迅速开拓市场 并成为亚太区最大的巧克力分销与零售商 公司截至去年12月底的全年营业额 达到两亿一千万元 员工人数超过600年 吕丽严在经营公司的这20多年来 一直坚持不裁员 不减薪 而这个管理原则换来了员工的忠诚和信任 公司的区域销售总监严宝因 就伴随公司长达19年之久 这个公司感觉真的是一个大家庭 记得1997年98年经济风暴那个时候 很多公司都倒闭嘛 我们家公司也是有一些 就是成绩也不是说跟别人一样 也是有问题 可是他也坚持不会裁员 也不会减薪 当时如果你裁员的话 外面你是找不到工作的 所以他这样的举动 我们每个都很感动 我跟员工的一个共识就是说 大家都是同一条船 我把他们当成是一个股东 就是跟他们承诺 那个盈利百分比8到12 就去给员工去做当做那个奖励 所以他们的花王其实没有顶限 那么这么多年来 你公司的业绩的表现都一向都很好 可是在1997年的时候 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 可以谈谈当时的情况 那个时候新币我采购的价 那个新币对那个 我炒采购的货币降了很多 大概有两成多吧 卖得越多亏得越厉害 那么应该也是只在逼着 我们要付款 或者是把那个贷款的那些条件 都缩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 所以从事件中你学习到什么呢 你一定要想到今天好 明天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你如果是觉得每天都是 天晴的一个一天 不可能的 所以居安思维这句话 其实很重要 吕利言稳招稳打的管理风格 确保公司总有足够的资金周转 度过一个个的难关 他也希望公司和品牌 能够因此一直传承下去 为了打造一个代代相传 永续经营的品牌 吕利言将继续扩大业务规模 包括开拓新市场和增设销售据点 想知道他是以什么策略 成功带领公司走出国门的吗 请到财经追击的面部网页浏览视频 网址是facebook.com slash moneyweek 金融管理局的调查显示 私人经济师调低了我国 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广告回来 我们将报道原因是什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